大家好,新娘这个花吧是属于气质瓜的 就是它单花不怎么精致,而且没那么上相 但是实际看真的非常出条 今天来看一下新娘的秋花 因为新娘的花瓣数并不是非常多 这样的品种呢,春夏秋花的差别一般是最小的 之前跟大家说过,新娘这个品种半开未开的时候是最好看的 那个时候更偏像一种少女感 但时间久了,觉得全开之后很大的一朵,也别有一番风韵啊 新娘这个品种出条的点在于啊,它的花非常的大 花瓣虽然带着波浪边,但是它有别于蜻蜓的那种波浪边 给人一种非常舒展的感觉 蜻蜓是小波浪的话,它就是大波浪 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它并不是单纯的粉 而是白里透红透出来的那种粉 一整个就是温柔又娇羞的感觉 它的花蕊也算是它的一个亮点吧 它的花蕊比起其他品种来说存在感非常强 花蕊非常多,同样也是金黄色透着一点红 它的香味还是强香,非常好闻的大马士革混合香 你看这只蜜蜂都流连忘返了 另外呢,新娘的枝干又非常的直立,粗壮又挺拔 也不用担心它会垂头的问题 这样子一下子就把气质给拉上来了 毕竟谁会拒绝直立温柔大波浪呢 只能说河本纯子老师在品种气质的把控上实在是太绝了 对了,它的花期还不算短 河本月季园是做切花月季出身的 所以它家里的品种呢,大多数花期还不错 但同样的也经常会被大家诟病难养 实际上新娘这个品种还好 长势非常的强又非常的琴花 要是说和其他品种有什么区别的话 在于它的老叶非常的容易谎叶掉叶 但是它会非常迅速的长出新叶来 我觉得只是新陈代谢旺盛并不是什么问题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见,拜拜